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没有任何艰难能阻挡春天的脚步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3月中旬 天气开始变得逐渐温暖 最近白天走在温哥华的街上 已经能感受到丝丝的暖意 路边的樱花也纷纷盛开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温哥华的春天已经悄然来临 据权威天气预报机构 SkyTracker和The Weather Network的预测 今年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温哥华都会有一个 比往年更加温暖的春天 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 在3月份都很温暖 只有短暂的几天寒冷天气 由于最近有北极的冷空气南下 西部的部分地区 即使在3月也经历了刺骨的严寒和大雪 好像回到了冬天一样 不过BC省的天气就好多了 根据预测 维多利亚 温哥华 以及飞沙河谷等地区的气温 将高于平均水平 降水则会低于往常 温暖的春天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今年温哥华的樱花将更加绚烂 早在2月底 温哥华街道上就有樱花悄悄绽放了 随着日渐温暖的天气 越来越多的樱花都开始盛开 即使旁边的树木都还没有发芽 樱花已经迫不及大的开始争其斗月了 俗话说樱花树下没有陌生人 最近天气这么好 不少人早就打算好 要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踏心赏阴 不过由于最近公卫事件的影响 为了大家的安全 减少人员聚集 今年备受华人期待的樱花节 以及各种活动已经全部取消 取消的活动包括樱花果江音乐会 野餐盛会等等 樱花之夜也被推迟 目前还不知道能否继续举办 虽然各地樱花节纷纷取消 但樱花依旧会照常盛开 目前整个温哥华都处于紧急状态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下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是能尽量待在家里 即使樱花再美也要避免暂时外出 短短几天 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 已经快速采取了各种防空措施 如果在4月份能够控制住的话 那时候刚好是樱花最美的时候 等那时再一起赏银也不迟 这里也为大家附上2020年温哥华赏银攻略 方便大家提前规划好危机过去后的赏银计划 Kisnalo的樱花颇具声明 只要沿着Cypress街和右街走 再加上Kisbeach和凡尼尔公园 保准你能一堵粉红花海 UBC校园内每到春季都有樱花盛开 让学校更富有示意 在亚洲中心附近的新度户纪念园内 甚至能体验到小桥流水诗情画意的东方情境 从West 22nd Avenue到Park Drive之间连续八个街区 秘密地分布着数百株子叶和黑夜梨花 花海随着街道的坡度高低起伏 暗箱浮动惹人心醉 树形如散的玉空荫 花形不大 绽放时为深桃红色 后期渐渐变淡转为偏白的粉红 温哥华东Histing Sunrise附近 包奖音的花瓣层层叠叠 多达12片 花朵直径5公分左右 未开放时花苞为深桃红色 开放后则变为浅粉红色 温哥华西区U Street Cronwall Avenue和Broadway路段 W7 Street加Abutus 即温市中心Granville Street Dave和Robinson路段这里的樱花品种 主要有观山樱 玉京樱 松月樱和白浦弦樱等 大多都是10-12半的花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一周来在沃泰华住所外 举行每日清晨简报会 特鲁多今天再次向加拿大国民讲话 通报政府工作 特鲁多说 加拿大国会将于周二中午重开 以便通过需要的法律议案 尽快实施紧急经济计划 包括高达820亿元的资金 用于支持受影响的家庭 工人和企业 他说政府的唯一重点 是通过紧急立法 以实施政府本周宣布的措施 包括为失业的加拿大人提供福利 增加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以及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资金 特鲁多也感谢反对党 为国会重开所做的努力 特鲁多强调大家要留在家中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是为了我们的祖父母 医生 护士 以及所有在医院工作的人 他特别感谢所有坚守工作岗位的人 包括医护工作者 市政府职员 超市电源 邮局员工等等 是他们在帮助这个国家继续运转 加国大型连锁超市集团 Loblor周六宣布 将员工的时薪增加两元 全国所有全职和兼职的前线员工 都会获得加薪 加薪有效期追溯至3月8日 Loblor同时宣布 计划在超市内安装塑胶玻璃屏上 减少员工的风险 五毒有偶加拿大另一大型连锁超市Metro也表示 将从3月8日至5月2日向一线员工提供每小时两元的额外补贴 加拿大联合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UFCW 对Loblor和Metro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工会发言人表示 对于这些现在的一线员工来说 面对那么多客户 这笔补贴是当之无愧的 联合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称 正争取将全国所有前线员工的时间提高至两家元 UFCW工会主席梅尼玛称 会全力与各行业的企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同时确保加拿大民众仍可获得稳定的必需品供应 梅尼玛强调 她又赞扬Loblor和Metro在员工薪金调升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她呼吁其他零售业的雇主追随Loblor的做法 超大月亮是指满月或新月时期 月球与地球间距离比平常更近 因此月亮会比平常看起来要大上许多 也叫超级月亮 最近超级月亮多次在大温出现 也代表着春天要来了 三月的满月被称为乳虫月亮或乌鸦月亮 标志着春天即将来临 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气候变暖 地面开始软化 乳虫出现在土壤表面 两类开始出来捕食 在大温地区2020年的超级月亮已经出现了两次 分别在2月9日和3月10日 3月10日的超级月亮 当天的月亮比平均水平更接近地球7.5% 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的说法 3月10日凌晨2点半是满月时间 也就是最大的时刻 众多摄影爱好者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美景 如果大家在3月10日没有观赏到超级月亮 没有关系 4月7日还有机会 而且比上次的更大更美 还是粉红色的 因为在那天月亮距离地球会更近 老农夫年间指出 粉红色月亮的名字 源于预示着台粉或野地福洛考的出现 是第一批春天的花朵之一 他们指出 土著人民将为每个再次发生的满月 起独特的名字 以纪念季节的变化 因此许多这样的名字 是在美洲印第安人 首次与殖民主义者互动时出现的 粉色超级月亮将比普通的满月 看起来更明亮15% 并且比普通满月大7% 是年度最大满月 本世纪迄今为止最大的超级月亮 出现在2016年11月14日 关心者应该选择尽可能远离城市的灯光 以免造成会掩盖天体清晰度的光污染 虽然在偏远地区效果最好 但海拔较高的任何地方 都将提供理想的观看条件 在5月7日 超级月亮奇观将第四次出现在大温上空 依然可以期待 大家一起对月亮许个愿吧 春天来了 希望最近发生的事情能够早日过去 大家都可以恢复从前的正常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1 1 2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